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长也没关系 跟主任委员也没关系 跟你个人的兴趣有很大关系 对 我其实我个人来讲 我2006年世界杯的时候我写过一篇文章 叫做足球与地球 讲当年的那个世界杯 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得到 这个是我发表在经济日报的一篇文章 不过我现在不是推销文章 我那里面有特别提到一点 就是说其实我们目前来讲 刚好台湾没有参加世界杯 所以应该是用欣赏球技的心情 来看这个世界杯 你也不要占哪一队 你今天想说我觉得哪一队得冠军 那你就很强烈的 你就不会很公平来看这场球赛了 你心理上会很强烈的支持这一队 当然球迷的乐趣也在这里 支持哪一队 我那个很有乐趣 是啊 你没有哪一队赢 没有乌拉圭的美女会裸奔 马上哪要裸奔 那都是球迷的乐趣 但是到我这个年纪来讲 我就是 我从2006年开始觉得说 我要用欣赏球技的观点 来看这个球 这样的话其实我发现后来心情很平静 不想看以前看球会跳起来 现在看球我不会跳起来 我会动一动 动一动是因为说哪一球实在非常漂亮 或者他整个队的策略非常好 这是完全正常球技的观点 所以副院长是真的是在看球 因为我们最近跟那个爱尔达那边 刚好有一个机会谈到世界队足球赛 那他提到就是说 其实现在看球赛的很多是年轻的女生 看了很多 那我就问他说 这些女生她们是看球还是看人 这可能是看人 因为没有一种运动是像足球赛这样子 就是说对运动员来讲的体能要求是这么大的 全场跑球是什么 全身都是筋肉 没有意思非说 而且很多球员都是good looking 看起来都是很帅气的 是 就讲一个插曲就是2006年的时候 那有一场是荷兰对阿根廷 那刚刚好 这个荷兰的王子妃就是阿根廷人 因为他才结婚了四年多 那个嫁到荷兰去 所以荷兰对阿根廷他们就引起家庭纠纷 那更有趣的是荷兰的王子妃 因为当时今年的一个明星叫做梅西 全星球最好的 对18岁的时候 第一次代表阿根廷参加2006年世界杯 那这个荷兰王子妃还到处追得去 去找他 叫人帮他介绍跟他见面 要跟他聊天 所以你刚才说这些女性的观众 是欣赏球技呢 还是欣赏那个球员本身的这个 这个good looking 或外表或怎么样 这个我们都很难判断 刚好 不好意思刚刚打断一下 那个刚好有那个网友在问 他也是刚好跟你们的话题有关系 他说很多女性可能是为了这个明星 这个明星球员去看球赛的 那比较好奇就是说 不晓得主委你自己 就私底下是用什么心态在看这个球赛的 你有私底下跟朋友去PUB看过球赛的经验吗 我想主持人大家要知道 这个1978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也是世界杯注球赛 那个时候你在德国 我也在德国 那个时候我记得说 我们走到街上去根本就像找不到人 就是找不到人 大家都在看球 所以我们也只好到这个 找一个公共场所 像也不能说是酒吧盘 就是可以很多人在那边看球的地方 你可以感染那个气氛 大家这种 也许每个人去支持球队的不一样 那个气氛可以感染到 那个是特别有 就是绝对是看球很有趣的一部分 那我自队不得不表示说我很惭愧的是 我到现在这个年纪 我里面一个人看球 然后这个 这个 也没有办法像以前那么激动了 这也是蛮可惜的地方 不过我是很支持说大家在这个 有机会的话跟朋友一起看球 其实这个也是一种跟朋友增加感情很好的一个方式 而且你看到有点心得的时候 有一个人可以交换意见也是很好的 刚好有网友在问就是说 因为现在从四强开始 每一场比赛都是半夜2点半才开始比赛 那您会爬起来看球赛吗 他们也很好奇 对这个是一个非常难的选择 因为通常2点的时候是我差不多正要睡觉的时候 因为我们工作很多了 很多东西要带回去看 通常总是1点多才有差不多上床时间 那这个时候要马上要 这个再 所以说我今天不睡觉了我要继续看球 这个是很辛苦的 如果像以前的话你就10点钟睡觉 那2点起来说不定还是会做这个选择 以目前我的工作状况来讲 我现在大概只好牺牲 就看看重播吧 那其实主任委我们其实蛮好奇 因为这次的世界杯比赛到现在 让很多人都觉得说 好像好几场都跌破大家的眼睛 那就您的观察 就因为你长期在看足球 你觉得这次世界杯有特别的就是那种 跌破大家眼镜的这个场子特别多 你有这种感觉吗 这个你会跌破眼镜是因为你先有眼镜 你先有定见了 你想说这场大概谁会赢 你才会觉得跌破眼镜 那我在观察来讲 我觉得我是平常心看球 我是心想球技 我倒没有说有什么跌破眼镜的那种感觉 比如说像那天英国对德国 这是我觉得这一次世界杯比赛 我个人认为最好的一场 那整个教练的那种策略 看得非常的过瘾 然后球员本身传球到位的那种技巧 在那场表现得非常透彻 所以像那种感觉很好 那不管说最后比数怎么样 我也没有跌破眼镜的感觉 因为我觉得很自然发展的结果 因为到了某一个程度的时候 英国势必放弃后防 他有全力去攻嘛 那全力去攻的时候你放弃后防 那当然给德国人更多的机会 所以你说最后那4比1 是不是跌破眼镜 我觉得你如果 赛前看的话 也许有人会觉得说 不可能差这么多的比数了 但你跟那比赛在进行当中的时候 你会发现说那是很自然的结果 因为英国人他战略改变了 他全力抢攻放弃后防 那一有闪失就会被德国人再攻进球 对不起那个稍微拉